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是新西兰的二德团阳 和社长的Raymond王 你好 我们YOOJMN 大家总安安晚安全日安 现在休息一会儿 首先要播一播歌 为什么呢? 因为 就要讲金将军的东西 要台阳播一播 金将军 先醒一醒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영광得 드립니다 우리 장군께 영광得 드립니다 金将军的传门 영광得参加 드립니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영광得 드립니다 우리 장군께 영광得 드립니다 金将军的传门 영광得参加 드립니다 오늘의 위대한 승리를 나누신 정의하는 김정은 동지께 우리 군대와 인민은 최대의 영광 영광을 드립니다 내 더욱 영원한 푸른 하늘은 왕보의 용량이 펼쳤습니다 창구의 품에서 끝없이 보려할 백두산 대부분 무궁합니다 영광得 드립니다 우리 장군께 영광得 드립니다 金将军 영광得参加 드립니다 영광得 드립니다 우리 장군께 영광을 드립니다 신정은 장군께 영광을 상라 드립니다 �� 영광을 드립니다 영광의 상라 드립니다 영광을 드립니다 영광을 드립니다 왜 왜 이렇게 하시냐 정말 꼭 하시냐 因为他又射东西 昨天又向东部海域 即朝鲜和日本那边的海域 东部海域射了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我会呀 以后弄这些东西 今年4次了 今年过了多少天 今年过了17天 昨天只有17天 金将军已经射东西射了四次 出东西出了四次 是不明飞行物 所以一定要播他 荣光归金将军就是这样 首歌很有喜感 但不是说笑的 其实他也挺厉害的 现在很厉害的了 当然 确认不了是什么 疑似就是那些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的意思 就是那些 Hypersonic 英文叫Hypersonic Vehicle 哦 这么厉害 金将军没有饭开都能做到这些东西 真是厉害的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是 好像那首歌说的 白头山的后代 《鱼有神座》 是很厉害的 所以是很厉害的 所以是 深水埗倒棍 朝鲜这么厉害的 是啊 那你说 那将军他坐威哪个 我不知道 Colang又说坐威老俄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当然 印度和俄罗斯 他们都有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佬当然也会有 其实中国也是有的 现在就是射了去东部海域 就是他们说的东部海域 实际具体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 金将军为什么一开年 就搞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他们的经济又不妥 之前我们也有节目说过 朝鲜的经济有些问题 就是不是很正常的 它的运作是 因为疫情之下 之前和这个内地的 就是中国内地的 分散关系的 是啊 就是火车贸易都停了 那现在又开了 那现在好一点点的 那其实就是好一点点 但是 好一点点不代表 我的体验 不代表是 好碰 就是 现在当然 就是国家外交部 也出来说 就是这些事 事出有因的 为什么朝鲜会射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 我想他们的经济 就去到 差不多崩溃的边缘了 就是国民经济 其实是 尤其是食物 能源 是开始不够的 那其实你是要 就是国际社会 做一些妥协 因为 之前制裁得太厉害了 之前 是 这么多 这么久 制裁这么久 是惩罚了好几代的北韩人了 已经 再加上 疫情 面对疫情 其实是否应该要 带点人道主意呢 哈哈 我认为是的 其实就是 你现在再去制裁 这个金将军 这个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金正恩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他们有报导的 也都就是说 之前有报导就是说 金正恩都去了看 就是这些试写的 因为之前也有试写的 是呀 今年他有其他的试写的 那 现在评论就是说 韩国和朝鲜的导弹竞赛 就会转到高超音速的领域 嗯 如果真的大家 斗射高超的话 那就麻烦了 其实 都挺麻烦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朝鲜 我粗浅的看法就是 他就不是想说要 现在就再打多一次 就是 战争的 不是 他都知道 哪里够打 真的打起来都 现在理论上是 是不够打的 不过 就是 今年他们射射这些导弹 就试得很多 之前有射那个 火星八型 那个高超音速导弹 跟着还有那个 滑翔弹头 那些这样的东西 都挺厉害的 其实就是 什么叫承波体外形的 那些叫做 就是 是厉害的 其实就是 当然了 如果朝鲜他真的部署的话 那 南韩那边 其实就不能 摔截这些毒弹 其实是 坦白说 和平是比较好些的 我始终是说的 没有必要打什么仗 但是如果搞那些什么 高超音速武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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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做的就很麻烦 因为其实 韩国自己都有 韩国它也有高超音速导弹 它叫做高超音速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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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处那边可以少些钱 就是对大家都好的 但是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理想 只能够说 就是 始终都是 如果制裁得太厉害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每次 美国制裁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它搞那些军备的意志 就会越坚强 就是根本是没有用的 它们的制裁 就好像伊朗那样 就搞得更劲 就搞得更劲 对吧 严格来说 就是彩你那些三芒果 台阳来说 这种制裁 其实是一种欺负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你越制裁越劲 它们就 就只能够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意思 就是 加强自己的军备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自从有这个 国际惯例之后 可以用贸易禁运 制裁等等 这些措施之后 那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它不会导致 那个国家 会投降 或者跟着 倒向你那边 是不是 它只会更加坚定 他们的意志 就是你断了 那个沟通渠道 严格来说 就是 你实施制裁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沟通 你要谈 先撤销制裁 那你又不撤销制裁 那怎么谈 我觉得这种制裁 这种国际外交方式 是 只会导致破坏 是没有建设的 是一种没有意义的 但是 就是成为美国经常用 是 从来都没有试过 从来都没有试过制裁到 那个地方是屈服的 其实是 没有的 是的 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我没得吃了 我投降了 那会不会呢 不会的 不会的 死都不投降 总要想办法 想办法 不是什么 对吧 那当然 Carol Tzeng就说 外国制裁金章军练板 其实是 那 那 Wolf Little 最重要的是 没有钱 之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 有新闻说 朝鲜足球队要几个人 臭钱买一支可乐一起喝 那如果他臭钱买一支可乐一起喝 其实都不太适合 这些 臭钱去喝可乐 这些是什么 美帝的产品 不应该喝美帝的可乐 如果 臭钱一起买可乐 其实真的不太好 那你说 朝鲜真的没什么钱 其实他们 在里面那些人 不是怎么用钱的 就是钱是有用 但是 有配级的 实际上 他很多东西有配级 钱不是怎么需要用的 就是我 我听到的信息就是这样 那 Wy就说 他就说 美国最爱用屠杀式反行 结果是什么 大家有眼看 其实他们 每一次都是这样 越反越空 越反越多问题 其实 那 七彩那尿黑 就说 所以才说 不是制裁 只可以叫做杯葛 欺凌杯葛 是的 没错 是的 那当然现在 就是看到 他们应该会再射第五次的了 很快有 因为 只要制裁不停 他就会继续射 他还要告诉你 根本你制裁是没用的 就是 还要有机会 团结到 他们国内一班人 就是说 现在 美国制裁我们不怕的 我们可以一起射导弹示威 就是继续射 James Ho就说 大陆可能是三元人仔冠心 要够钱买 那没有钱就要够钱买 其实 人窮就要这样做 这些是没办法的 那 那 这些是没办法的了 那 朱讞生就说 美国佬的做法 就是想当地民众自发造反 那美国佬就可以用最少的成本 得到最大的收获 让当地民众推翻政府 美国再扶持一个亲美的领导人就可以了 没有试过成功 做不到反 从来都没试过成功的 这样做 是没试过的 是没有成功过的 他们这个方法是 你要记住 是没有成功过 不过他继续搞 那 Joyce Mock就说 北韩这个污染地球 没有办法的 这些 那其实 我的看法就是 有时 你不断高压制裁他 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又是掃诸 即是发展军备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有问题 应该坐下慢慢谈 是吧 没错 但我相信 他们不是太想 真的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们是希望维持现状 你就永远做永远的敌人 我就永远制裁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保持一个压力在这里 有压力 我就才有理由 继续在 日本 南国等地驻军 如果没有理由 如果和平 就不需要驻军 没有驻军 没有驻军 那就没有了影响力 美国的影响力 没有了 先要有上帝 就是美国老 经常都要做上帝 就是沖繩 为什么沖繩要驻军 因为中国是威胁日本的安全的 其实中国哪有威胁过日本的安全 日本威胁中国的安全就有 哈哈哈哈 这个真是厉害 Colang又说 发穷恶是否给 那当然会发穷恶的了 很多地方就没办法 那Johnson Cito 就辞了射到走火 打正就麻烦了 打正不打正 打正都不介意 其实一向都有可能 其实一向都有这个可能性 美国老根本就不会介意 因为根本不是他那里 我们射过来 哇 差这么远射不到过来 然后如果你射过去他那边 然后在加拿大那里 已经截击了 美国佬就是这样 他一定会这样的 最近的就是 经加拿大上空飞进去美国 如果要炸美国的话 如果由这个 朝鲜射野的话 在加拿大那里截击了 那都是污染加拿大 不关美国的事 朱铭新就说 不是算没成功过 苏联算成功过 不同的 他管苏联的方法 不是 不是叫他们自己推翻 他搞到你经济崩溃的 苏联是 你要看看 他真的搞到你经济崩溃 就是这么说 你要控制一个小国 你经济崩溃的话 就难一些 就是你好像苏联那些 经济崩溃 真的可以 他真的可以搞到你 把所有的资源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啊 继续讲一讲 你小国呢 本身已经崩溃了 坏到贴地的意思 已经贴了地了 可以怎么坏呢 好像北韩这样的地方 他没得再坏下去了 反而大国的话 那个经济体量大 当一崩溃的时候 影响也是很厉害 影响大 就造成了一个民怨 又或者执政党 一夜之间没有任何支持 苏联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一夜之间 所有党员就丢了双手 看着他塌 我确实说回我刚才的观点 靠制裁制裁都 听你美国话 根本真的没有试过 没有的 古巴都不会听美国老话 你自己看 现在制裁得挺厉害的 古巴 超过半世纪 伊朗 和朝鲜 这三个 就是用制裁来搞得最厉害的 俄罗斯也是有制裁的 你不要看俄罗斯没有制裁 但俄罗斯的制裁就不是去到伊朗、朝鲜 和古巴这么厉害 最厉害的那三个地方 到现在就是一样 是继续云合 没有向美国的方向走 好了 萧特杉说 日本在报导 沖城美军基地每日爆疫 日感染新冠的美国大兵人数 2,800人次 是美国威胁日本 还是中国威胁日本 还是美国威胁中国 日本人自己狠狠 其实这个是没办法的 他又不介意的 因为沖城那些地方 本来都不是他们日本人 那里是琉球 他罢了别人 罢了别人 他玩什么 他根本都当那里不是自己的地方 你都不当自己人 是 是 日本人也不当沖城 是自己人 本来 沖城一直都说 有独立的呼声 不过不太大声 因为知道屈服于制裁 老美会更过分 更加没得翻身 其实是 冤狼100 就是当年 中国两弹一声 被逼出来的 老美根本就是 搞乱当拿着数 但是中国有与其他国家 中国有五千年文化 不容易被洗脑 中国文化不容易被洗脑 这个也是有 但是这件事 现在也是 为什么海外华人 会被人针对的地方 他就说你不信你 因为你始终都是中国人 华人 始终都是中国文化 你始终都是亲共的 那就很麻烦 那就搞你了 这非说2008年奥运会餐厅有免费可乐 所以2008年要夹钱买可乐的传闻 就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2008年我没有钱 去中国看奥运 我只能够看奥运的开幕式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们很多朋友 都是Bt 下来的 整条片是Bt 那时候应该是 非法的 是盗版的 那时候看完之后 民族情绪是高涨的 很厉害的 是 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看的 那时候 Andy 0770 说 美国驻日本基地有法外协定 美军在日本犯罪 日本政府没有法律权利 逮捕美军 那麽便 因为其他事都是很麻烦的事 Johnson 师傅就说 从来利有比威逼的 你看日本就知道 事实上是 所以 制裁有没有用 我到现在都认为 那些美国佬搞的制裁 他根本都不是想搞好件事 才会用制裁这个方式去做 他如果想搞好件事 他就拿钱出来就可以了 节目时间是这样 拜拜